高二开学,分班重新打乱,按照上学期期末的成绩取了前一百,新组了两个重点班,变动不大,但插入了些许的新面孔,大多是男生。 每一个来报到的男生都对周思月有种莫名的好奇,想方设法拐着弯的想跟老成员打听点什么。 奈何周思月口碑太好,得到的答案出其一致,挺好相处的数学大神。 令人惊奇的是,杨淳子去了文科重点班,少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,孔沙迪终于成为了这班里唯一的班花。 丁宪却觉得他没有想象中高兴,整日都奄奄的,跟宋紫棋斗嘴都没了往日的精神意义。 9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天是数学国赛的仪式,周思月显然又进入了疯狂刷题状态, 不断有新同学前来打招呼闲聊,都被丁宪依依挡在门外。 不好意思,他马上要比赛了,下次下次。 每当这时候,周思月都会从百忙中抽空抬头冲他,使一直有他俩懂的眼色。 丁宪晚上躲在被窝里,背着眼神治愈地睡不着觉, 蹬着腿攥紧被子,乐得直打滚。 俩人偶尔会一起在学校外的饭馆开顿小灶,丁宪怕浪费他时间,不肯去, 反倒他把卷子一丢,站起来插都走了,也不差这么点时间。 吃饭的时候,他一脸专注地挑着香菜,挑完,握着筷子在蜿蜒轻轻磕了磕, 把筷尖上一小点的菜叶子也给抖落下去,这才放心地低头去扒饭。 不吃香菜,丁宪在心里默默记住。 忽然,碗里多了一块鱼肉,丁宪乍然地看着他,少年在他追寻的目光中, 有些不自然地低下头去扒了口碗里的饭,快吃。 他把鱼肉放进嘴里,低声说了句,谢谢。 好说,他怪用得口头缠。 周思月话不多,吃饭快,没两口就扒完了,然后就懒洋洋靠在椅子上目光悠然地等他, 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着班里的事。 丁宪则也不遗余力地贡献八卦,你知道,最近有人在追沙迪吗? 周思月挑了下眉,谁这么没眼力见? 丁宪瞪他,捧着碗跟他争辩,喜欢沙迪怎么就没眼力见了? 那喜欢谁才是有眼力见? 他气鼓鼓地瞪着他,脑子里下意识蹦出一名字,碎脱口,扬唇子吗? 说完,也就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,奈何说出的话泼出的水,覆水难收。 周思月靠在椅子上,神色微收,咳了声,我没这么说,你别瞎脑补。 你不说我也知道。 丁宪小声嘀咕,周思月皱眉,你知道什么? 你跟杨淳子以前是不是? 在一起过。 话还没说完,直接被对面的人打断,你脑子整天都在想些什么? 看着对面少年一脸正气,丁宪都觉得自己羞愧,微微低下头,不再开口,也不再搭理他,像只受了委屈的小鸵鸟,恨不得把头埋进饭里。 喂! 周思月盯了他小半会儿,忽然人往前倾,靠着桌檐,目光对上他。 丁宪把头埋得更低。 他忽然撇头笑了下,嘴角勾着,有点无奈道,好吧,我承认我以前喜欢过他。 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,当真这么切实听到的时候,丁宪的小心脏还是狠狠抽了一下,头埋得更低,莫名其妙,就一颗眼泪掉进饭里,连他自己都没察觉,滴滴滴了声。 草草扒了两口饭,放下碗筷站起来,说,吃完了,我们走吧。 周思月却没动,眼神盯着他的碗,坐下。 丁宪没动。 周思月往后靠,手插,进兜里,好吧,刚才骗你的,我没喜欢过他。 丁宪惊诧地看过去,简直想随手把碗扣到他那颗金贵的脑袋上,但还是倔强地说, 喜欢过也没关系,帅哥美女谁不喜欢啊,我也喜欢过许柯啊。 周思月忽然一声冷笑,没有就是没有。 说完,推开桌子去前台结账了,结完账,也没理他,镜子插着都走了。 下午上课,丁宪想了想,还是决定把中午的事情说清楚,提笔在纸上公公整整写了一句话, 然后将纸条叠成正方块,放在桌角,捅了捅正在写题的周思月。 少年抬眸,捞过,打开。 好吧,我相信你,我也没有喜欢过许柯,我瞎说的。 我知道。 洋洋洒洒写下三个字,直接丢回给丁宪,随着纸条抛进他怀里。 台上的语文老师目光顺势往这边一瞧,丁宪的小心脏瞬间被提到嗓子眼, 抱着纸条缩在墙角,吓得瑟瑟发抖,于书军眉发现端倪,继续低下头,声音洪亮地解读课文。 丁宪长舒一口气,很瞪一眼周思月,这才去看纸条。 你怎么又知道?你脑袋理想什么?我能不知道? 切,那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?你呀还有梦想?周,思,月。 嗯,你的梦想是我。不要脸,我的梦想是像我舅舅一样,当的画家。 好梦想,你看不起我?哪敢?我真的很喜欢画画。我知道。 又是这句,在往后丁宪的记忆里,她记得周思月跟她说过最多的一句话便是, 我知道,我知道,我知道。但她在想什么?她又真的知道吗? 她俩其实不太传纸条,但每一张都被钉线搜罗起来,加在一本小本子里。 后来一年的复读时间,她就是靠着那些纸条度过的。 每回想她的时候,她都翻出这些纸条来来回回看,看到烂熟于心,倒背如流。 每次她洋洋洒洒洒写了一场创画,她的回复总不过是两三个字。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。 一是前两天,刘江忽然找丁宪谈话,刚吃完午饭,办公室里没有老师, 当下,她心里就涌出一阵不祥的预感。 你跟周思月怎么回事? 一句话把丁宪问猛了,像是被人兜头捶了一棒,整个人将愣在原地。 紧接着,有人说你跟周思月在谈恋爱,丁宪,你可别犯傻,这都什么时候了? 老师,我们,没有。 丁宪浑身打着叉,神色慌乱,确实没有,她跟周思月还没到那步。 你们一个竞赛生,一个重点描,别在这结果眼上给我犯傻,就算有点什么,也都高考后再说。 听见没? 老师,我们真美。 刘江辉挥手,叹口气,别人跟我来说这事,其实我心里也不相信。 毕竟周思月这孩子哪像会谈恋爱的样子,不过有人说看,你俩经常一起吃饭,有点苗头了。 作为老师,我觉得应该给你点个醒。 丁宪 刘江又道,老师心里自然是相信你们的,谈恋爱的成绩哪能这么稳定? 但有时候你们得注意下避嫌,男女生关系太亲密,总会难免被人说闲话的,特别是女生,在背后被人传来传去,多难听。 周思月过几天比赛了,我暂时先不找她,你回去把位置换了,让宋子齐搬过来跟她做。 从小到大,丁宪从没有被老师当面批评过,更别说被人老师找到办公室说这些事。 大脑完全混乱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,除了点头,也不知道该做什么。 刘江点头,回去注意一下跟男生关系。 这话瞬间让丁宪修奋又无地自容,就好像她是个不读书专注于乱搞男女关系的女生一样。 周思月回教室的时候,丁宪已经患到孔沙迪身边了,宋子齐正坐在丁宪的位置上翻着书,悠哉悠哉一脸忧怨地看着她。 哎,冤架呀。 周思月拉开凳子坐下,靠着椅背,看了眼丁宪的背影说,这丫头又犯什么病? 宋子齐摇摇头,女人的心思难猜呀。 下午上课的时候,周思月主动写了一张纸条,让孔沙迪递给丁宪。 我能看吗? 孔沙迪问。 周思月无所谓地表示,想死就试试看了。 孔沙迪,稀罕。 回到位置,把纸条递给丁宪。 丁宪打开。 不知道你在生什么气,不管我错没错,行吧? 我都说一句对不起,好了,你可以回来了。 她这种无论什么都愿意迁就她的态度,偏偏又配上她那副玩世不恭的语气。 差点把丁宪看哭,孔沙迪惊异地看着她,对着一张纸条,表情丰富,犹如电影明星。 不至于吧,到底写了啥? 想扑过去看,丁宪忙把纸条压起来,一只手捂住那行字,另一只手写。 你先好好考试吧,一试加油。 写完递给孔沙迪,叮嘱一句,不许偷看。 切,稀罕,你俩真一个德行。 一晃眼,半得学期过去了。 国赛成绩在贴吧上公布,周思悦跟何新闻都没进国家队,只拿了二等奖和三等奖。 三中今年依旧没有斩获一等奖。 后来孔沙迪打听到,周思悦在一试的时候,被老师叫到办公室,说有人举报他作弊。 几位专家组的老师找公安调监控看了一天,才发现是个乌龙。 杨维涛为了这事,在办公室闹了很久,坚持称是有人故意捣乱,企图影响周思悦考试。 专家组一句话,把人给顶回来,真正有实力的人,会受这点影响。 杨维涛气得面色赤红,你们相信我,他在数学方面是个天才。 可是实证明,他只拿了二等奖,那是受了别人影响。 杨老师,我理解你的心情,是金子总会发光,明年也还有机会的,你应该跟我们一样相信他。 周思悦翘了两节课。 丁线找到他的时候,他站在篮筐下,宽大的后脊被围攻,低头运球,身旁站着刚下完体育课的杨纯子。 丁线冰楼和演员维来,7193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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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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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1716161617224141621。